下一篇文章 4月20 上个礼拜六 上个礼拜六呢 吉尼跟他的朋友们呢 吃了一个中餐 在Howard Bowl这个餐厅 那下面是他们的菜单 还有他们的海报 poster of the restaurant 他的海报 那我们了解一下海报 海报右边的部分 我们先看右边的部分 Howard Bowl这个地方 这个open hour 开放时间 上午11点半 到晚上11点半 然后Tuesday to Sunday 礼拜二到礼拜天 所以哪天没开 礼拜一没开 礼拜一他放假日料 记得Mondays there Black Day Is there holiday Joy Time 欢乐时间 20% 有打几折 打八折 那欢乐时间 Joy Time 就是特价时间的意思 224pm 下午2点到4点 那个时候客人比较少 还有晚上宵夜 9点30到11点半 特价时间打八折 记得打八折 好了 是特价时间 下午的2点到4点 跟晚上9点半 到11点半 好了 那Table 2 第二桌 3 person 三个人 Order taken by Fred 这个服务生是Fred 然后呢是12点半到 12点半到的 是12月3号 所以有没有特价时间 没有 因为他2点4点 才有特价时间哦 好了 所以Pumpkin Pie 两个 好了 Chinese Cheesecake 乳酪蛋糕 然后呢 Milkshake 奶昔 Milkshake 奶昔 一个是巧克力口味的大杯的 一个是这个香蕉口味的一杯 然后呢 Chicken Sandwich 鸡油三明治 然后呢 Chicken Sandwich with Cheese 有鸡油三明治 一个 然后呢 这个Cola 可乐 去冰的可乐一杯 然后呢 这个Orange Juice 去冰的柳橙汁一杯 Grape Juice 然后葡萄汁一杯 好 这是他定的东西 然后总价是1.5 4.0 帮你算好了 然后我们来看这篇文章 考的什么东西 看19 20 On the order 在这个菜单上面 在这个点菜上面呢 这个Ginnie order 他点了什么东西呢 Ginnie order a sandwich with cheese 他点了一个有 cheese的三明治 a fruit milk 一个牛奶的 一个水果牛奶的奶昔 and a fruit drink 还有一个牛奶 水果饮料 without ice 没有冰的 How much did she have to pay for her food 那如果是go dutch 各付各的 他要付多少钱 来我们找找看 那一个一个找 第一个是找什么 找这个sandwich with cheese 所以sandwich with cheese 是哪一个 是这一个120块 所以我们就可以写了120块 我们写120块哦 120 加上 加上什么呢 这个milk 这个fruit milkshake 那fruit milkshake 那milkshake在哪里呢 milkshake在这边 那fruit是什么 香蕉的 所以是110 然后呢 还有一个什么 fruit drink without ice fruit drink drink找饮料 找饮料呢 这个是orange juice orange juice 跟什么 grip juice 有两个 糟糕了 那没有冰的 去冰的是谁呢 orange juice orange juice 是几块 90块 好了 考虑简单的数学哦 那所以这里是200块 加上120 多少 320块 所以答案是什么呢 320块 320块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考题 好 那我们来看下面 vst Chini wants to go to Howard Ball again 他想要再去那里 doingjoy time 那在这个减价时间 快乐时间就减价时间 when will she possibly go there 什么时候他可以去 那就是下午的2点到4点 晚上的9点到什么 11点半 所以呢 a 11点 不是减价时间 b 下午2点半到2点半 bingo c 8点不行 要晚上的11点 9点半以后 租 那个10点不行 哦 不对 差点表示被骗了 来关键在哪里 现在剩两个哦 b跟猪都对 对不对 可是小心 他的开业时间 有没有包含礼拜一 没有 所以好 好见好见的考题 这个是 Monday错了哦 时间对 但是呢 星期错 时间对 星期错 所以他没有礼拜一营业 只有 2到 礼拜天 所以答案应该用什么猪 好 所以你看这个考题 非常非常的 刁砖 非常非常仔细 要小心 靠你的大家来找查的能力 好 我们看下面 O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